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560 有这一块吗 这一块在未来的话 在认证上面 会不会是包括有没有图例 这中间是其中一块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 今天浮出来一个 在媒体上讲非常重要的 用贴身帐篷来形容 那叫橘子 徐子瑜 那包括在讲过程当中 他是不是潜逃到了日本 是说柯文哲告诉他 然后包括在 大概八月底吧 八月三日搜索我以前 然后就到日本 这时候你可以想一下 民主上一些回应 包括就讲说科幻小说 不用讨论 然后包括也讲说 又说人家潜逃 上次那个多委会的直面 有没有 少修沛 不是也说人家潜逃 人家出去玩就回来了 好 所有这些 在今天周刊讲的这些 对这个案子里面 到底会有什么一些影响 但如果你把这几个角色 如果摊开来看的话 来一战 第一个 橘子到底是什么角色 你认得橘子吗 当然认识 OK 好 没有饭后甜点 只有饭后水果 水果叫做橘子 这个周刊报导 柯贴生帐房出逃 柯文哲叮嘱 要把钱保护好 橘子徐子瑜 他本名叫徐子瑜 滞留日本 恐规恐高遭机体 通缉 但是他因为是证人的身份 所以现在到底会不会通缉 我们还不知道 那谁是橘子呢 如果李文中是财务大臣 橘子就是内务府总管 也就是说柯文哲的办公室里面 其实所谓的内务的部分 其实是由橘子来通管的 而他也不是一步登天 我们有时候说 他是不是因为是柯文哲的经济 所以变成核心 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柯粉 所以对钢铁小草也有鼓励作用 因为只要是柯粉 是有机会一步登天 后来慢慢晋升到柯文哲的身边 其实他从2018年 他柯文哲竞选连任的时候 他只不过是一个志工 因为我们在处理选举都有认识 所以橘子只是一名志工 在2019年柯文哲连任之后 他开始要布局所谓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 所以他还没有成立政党之前 我们都是用所谓的柯粉俱乐部 在做这个相关的运作 而所谓的徐子瑜 就是柯粉俱乐部的成员 而且是一个非常核心的 一个所谓的志工的核心成员 因为柯文哲突然发现说 你竟然跟我有亲戚关系 所以慢慢的去重用他 他因为他是学了 应该是商务跟所谓的 会计的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他自己在网路上面也有做一些网拍的工作 所以他对于日本也有一些熟悉 因为他网拍的东西都跟日本的流行的文化有关系 所以他就是一个自营业者 没有说是事业 是自营业者 但是柯文哲觉得 你是我亲戚在网路上面又有相关的知识 就慢慢的给他一些权利 让他去卖柯粉俱乐部的一些东西 所以也管了一些的账务 后来柯粉俱乐部因为要成立民众党 成立民众党之后 柯粉俱乐部就并到民众党里面来 所以他也在民众党任职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 后来柯文哲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不错 所以就慢慢的把他拉到市长室 拉到市长室的时候 其实议员都有质疑 说许淑华就报柯文哲安插亲戚 任市自社会局基要 柯妈怒呛 我们不会做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柯妈妈也说安排远亲到市府基要 柯文哲是不是打杂的 也不要说人家是打杂的 他其实就是市府的基要 只不过挂在社会局底下 因为所谓的市府的基要 因为市府的基要都挂在秘书处的缺 当秘书处的缺满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跟所谓的各局处 去要这个基要缺 那其实还是做市长的事情 他就是柯文哲刻意要在市长室里面 培养下一个蔡壁如 因为那时候第二任的时候 蔡壁如已经去当立法委员了 那柯文哲还是需要有一个蔡壁如 去帮他处理所有的相关的人际关系 网络关系 甚至一些内部账的管理 都是这个局子在处理 所以他等于是第二个蔡壁如 相信到什么程度 包含经营政商关系嘛 当然老板的关系 当然是我柯文哲自己去经营 但是二代的关系就交给 这个所谓的局子去经营嘛 这二代的人办 所以就传出来说 跟马家也好 跟什么娇家也好 会有一个所谓的实习生制度 而这个实习生制度 引用了很多的政治 所谓的商界的二代 进到市政府里面去实习 而班长是谁 班长就是局子嘛 他们还常常去吃饭 吃饭的照片也常常po网路上 就是经营这些所谓的二代的关系 而柯文哲才可以跟 透过二代关系 去跟他们父母亲 去建立好这些政商关系嘛 所以好到这样一个地步 可以把政商关系的人脉 也交给局子去经营嘛 另外要讲的 他说可以去帮柯文哲去作证 这个更是厉害的地方 卓冠廷有一次啊 因为卓冠廷说高宏安安 所以高宏安 因为柯文哲安 所以他们俩也没有争执 为人事案争执这件事 新竹市的人事案争执嘛 所以他找了 柯文哲找谁做证明 找局子 局子怎么证明 说柯文哲如果跟他有争执 一定会来告诉我 结果那个卓冠廷也蛮聪明 卓冠廷律师说 难道跟陈佩奇吵架 也会跟你讲吗 他说 嘴什么感觉 嘴什么感觉 所以卓冠廷无罪嘛 所以徐子瑜的核心程度 可以说是跟柯文哲无话不谈 所以柯文哲才找他去作证 说我跟高宏安是没有争执的嘛 这样一个信任程度的人 现在滞留在日本 而所谓的 我们光是这个金流的部分 在谈金流的部分 除了政治现金外 一直在谈两个东西嘛 一个叫做冷钱包 一个叫做海外账户 是不是去保护好 这些所谓海外账户 或者是冷钱搬到钱 但是媒体没有 跟我们讲很多的细节 这个还是要检掉 在征讯完相关的徐子瑜的证人 约巡之后 才能够证明这个海外 跟所谓的冷钱包 是不是一个事实 OK 那医生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因为包括橘子这个角色 那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 显然如果照媒体的报道 或您刚刚有特别提到 他在中间过程吃重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媒体上有讲 像你讲 因为柯妈妈 有没有引荐的一个过程 柯妈说 我们没做这不够的事情 那柯文哲讲 就是个打杂的 大家干嘛要 把它想成这个样子 不是那个九直等 八直等九直等 不要说打杂的 一个公务人员 你知道他要 他要基层升多久 才会到八九直等 但为什么橘子这个角色 过程当中 一直都没有人提过 像你这么可以 如果要是对这个很重 也都没有人提过 为什么 其实有人提过 如果说没有想象的 周刊报导的角色 这么重要 知道他是柯文哲的核心 我一直说他的核心 有三个 黄心香其实跟橘子是很好的 他们都是柯粉俱乐部出来的 黄心香是负责安排柯文哲的行程 陈文中我也不断提过 他是柯文哲的几乎是随身秘书 而这个总管的人物就是这个橘子 徐子瑜 这三个人其实是形成柯文哲身边的 所谓的核心铁三角 所以当黄心香 陈文中被当成正人约巡的时候 其实应该要约巡橘子 就不管金流的问题 包含是柯文哲的所谓的事情的大小 所以他的济世或者是他的行程 其实橘子都非常的了然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如果要是那要照媒体上所讲 是一个贴身的财务总管 都有一道这样一个角色 你可以想象那个信任度 而这个信任度 不是长期合作 像譬如李文中 李文中是多少 50年同学 50年同学 所以呢什么东西 那都是不是都交给他 然后没想到他最后告诉你 我很负责任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这个角色 现在如果这样蹦出来的话 到底是不是他媒体所讲的这些 而现在看起来的话 好那这个过程 梁军我先问一下 卓冠廷他讲说交手过徐子瑜 那他也讲说举子的一个角色 可是所有这些 包括刚刚讲他跟政商关系 所有那些关系 我怎么会这样提 媒体上的报道是说 徐子瑜出境以前 那柯文哲叮嚀他说 保护好身边的钱 那他犹如当年陈水扁 案子的扁家大帐範 陈水扁他外面扁家大帐範 陈正慧 陈正慧的角色 如果在这里面要比他的话 等一下我先插一句话 一夫来活化石 陈正慧那时候的角色 他跟阿扁之间 他跟着阿扁 一路上南征北讨 大概都是这样吧 这一路打仗出来的吧 而且扁案发生的时候 里面说到 这个夫人呢 跟阿扁各有一个金库 一个摆在总统府 一个摆在玉山关底 陈正慧坐镇的时候讲出来 所以只有他知道 里面摆多少钱 大概他都知道 那另外不是到了 国大四华银行里面的 摆了一度传出的一个 那不是保险市 对对 然后摆了十几亿 然后提领现金啊什么 也大部分都是 陈正慧在负责 所以他等于说是什么 古代皇帝不是有个内裤 就那个皇宫里面 他大概就是管那个的 OK 好那我就讲 因为陈正慧跟陈水扁 是一路南征北讨下来 然后到最后这样一个角色 那陈正慧如果这样来看 橘子这个角色 这么这么这么的重要吗 那这么重要我刚才讲 那早就应该大家早就要注意到他才对啊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说 现在许子瑜被检方来去约谈 其实这有一个关键 我认为有没有像周刊所言 就是说他是所谓的大帐房 那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会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许子瑜大家就在讲说 后面其实是柯妈妈的远房亲戚 那其实是不是真的有血缘关系不知道啦 但总而言之可能就是远房亲戚 所以许子瑜就我所知他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就30几岁这样子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年轻 那他真的有办法这么贴身 掌管所有的钱嘛 其实我会打上一个问号 那所以他后面一定有更大的人在帮他撑腰嘛 就是说挂保险公借人 没有问题 那所以我认为其实背后会不会是 当然就是柯妈妈挂保证嘛 那当然现在因为包含检调约谈黄欣香 然后现在又找了许子瑜 为什么检调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动作了 因为就必须要去历心说 柯文哲跟沈庆金见面的时间 以及现场有哪些人 然后大家就一直在讲 因为许子瑜确实都一直是 能够最跟柯文哲参与最多行程的人 柯文哲跟沈庆金见面的时间 以及现场有哪些人 然后大家就一直在讲哦 因为许子瑜确实都一直是能够最跟柯文哲参与最多行程的人 很多私下的行程 许子瑜都跟在柯文哲的旁边 刚才讲冠庭的那一段 对 一般诉讼是这样 如果你要传这个人来当证人的话 因为显然就是柯文哲这一方 应该是他们要传的证人 在我们来讲这算是有性证人 所以他一定是对你很有利的 只是那个证明方式对我们来说 你真的很难告诉他 他所有事情都知道 但是但是他的意思 所以如果柯文哲传他来作证 所有的真实他都知道的话 那显然他在柯文哲身边 我不知道是不是John会非常清楚 可是他在柯文哲身边 确实应该算是非常 就是非常贴身 等于是大大小小的事 他都知道 他是讲说等于是柯文哲的心事 都会跟他讲 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都会跟他讲 那所以现在检掉 想要掌握的就是说 那到底在跟沈青青 见面的这些过程当中 许子瑜在不在 那许子瑜的这个角色 现在又被大家爆出说 因为其实这个 在8月27号的时候 许子瑜出国了 那现在其实在应小微 大家还记得应小微 而且8月28号 他原本要从桃园出去 后来跑到了台中 后来就直接被抓走了 被带走了 那但是前一天是许子瑜出国了 所以大家就讲说 第一个是应小微 肯定一定接到了风声 就说检掉现在正在 要准备来去大规模的 来针对金华城来采取行动 那是不是许子瑜 也接到这样的风声 然后背后又是谁 叫他赶快离开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真的太敏感了 那许子瑜他确实 其实是从2018年 柯文哲选第二任市长的时候 在他的团队 后来2019年民主党成立的时候 也是志工 然后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 进到台北市政府 而且刚刚一直大家讲说 机要这个位置 真的不是所有人进来 都可以坐到这么高的值等 而且他的薪水加起来 其实4万7左右 算是很不错的位置 所以你说像柯文哲安排机要 其实过去大家都已经讲过 他安排这些机要都是他身边裙带关系 或者是所谓的二代 都在上面包含这个之前有提出的交信秘书 交信机要 然后还有当时包含现在的这个林真宇议员 他以前其实也是柯文哲 放在圆明会的机要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这些机要秘书 对柯文哲来说 他都把他自己最信任的人 或他裙带关系的人 通通安插在这些位置 而许子瑜又最能够贴身跟着他的行程 所以他的角色更是至关重要 OK 柯妈是怎么在当时 有人在问过这个问题的时候 柯妈是怎么回应 那其实在社会局的 基要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问题 然后包括民众党 对于这整个周刊的报道 又是怎么回应的 你会注意到包括黄昌 黄珊珊 两个是怎么回应 像这篇报道 来 让你看一下 没有 我怎么有考虑 我们抗争 没法介绍 他们的女儿我就不能给他介绍 如果要介绍什么 我没有那些不介绍 亲家很远的亲 表姐的女儿 又嫁去那边的孙儿 就是说啦 是杜聪明的 对不起 你的问题是什么 周刊又指出说 就是柯文哲队一五年零 是始终申手其辞 等一下 我们就一样一样来 第一个你讲的周刊 是哪一个周刊 你说的是金周刊嘛 我刚刚说过了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这一种绿营跟北检的搭手 所写的垃圾报道 没什么评论的必要 我想金周刊已经成为科幻小说了 我们就不再回应他的内容 好 那不管你说科幻小说也好 垃圾报道也好 在这整个里头 那有没有可信的 有没有不可信的 那所有的人大家拿出来公平一块 第一个 这个周刊里面报道 主要讲说这个橘子 那减联8月28发动搜索以前 那徐子瑜是他说媒体报道 接获科的指令紧急出境 8月27出境抵达日本 他这会远亲加成钢科 有讲就很远很远 那个你大概算不清楚 是什么关系 没关系不重要 好吧 生获科的信任 不仅负责科的密闭行程 密闭行程 OK 现金 私帐跟USB 手机管理就有一个USB出来 那科到逃出引员 许只也是少数能陪同科出席的人 他有地下主席之称 然后不少党工形容他 像科妈在阿伯身边的分身跟眼线 只要是他不喜欢的人 都会被他参上一笔 好 媒体做这样一些的报道 而橘子的角色 真的是这样吗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在这里头 所讲的一个内容 当然不只是这个 当然就讲到是 包括560所有这些 可是对这个角色 有一句话 应该讲这个角色的一句话 是我希望大家能帮我解惑的一段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 媒体有很多都用所谓的契约铁证 说这篇报道里面说 有7个人210好了 感谢560 说这个是朱雅虎告诉李文中 少审很小气这个样子 李文中回应谢谢将军 这一段过程跟对话 沈跟柯从齐约到收收贿赂的铁证 这两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 观众朋友们常看我们的节目 你都知道有一个 注音符号非常重要 来 柯哈石 许出境以前柯特地叮咛 要保护好身边的钱 许子游如这个角色 上下引号什么概念 上下引号就是原文 所以一定是有不管录音 监听的录音译文 或是有LINE或是讯息的原文 我们在所有的媒体 我相信靖周刊大概知道 这个用法吧 所有的媒体应该都知道 大概都知道 这里出现一个上下引号 但是我的怀疑是 我说希望大家帮我解密的是 许出境前媒体报道说 柯叮咛他要这样做 理论上只有两个人知道 一个是柯 一个是许 许现在在日本还没有回来 柯现在在里面 不可能是柯跟检调讲说 他出去以前 我叫他不可能吗 好 来 柯哈石 你再拿一下 你刚刚拿什么 手机 好 这一段是 如果用了上下引号 是原文那是怎么出来 原文是手机解密吗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除了这个以外 各位还有这一段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段也有一个上下引号 小省很小气 七人210好了 感谢560 然后李文中这个 也有上下引号 谢谢将军 如果知道所有的媒体用法 这个叫上下引号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因为很显然的 这些东西 应该只有这些人知道 但他用了上下引号 阿苗 意义是什么 是真的从某些地方解密出来的吗 要不然这些 你不可能是听到的嘛 对不对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 2020年4月初 OK 那这件事情更不要讲了 他出境是今年的8月27 刚刚讲的 但是这些上下引号 所以他意义是什么 先讲时间序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560 其实呢 他是392变560 在2017年底 这个拍板要定 然后2018年初公告 那个时间点是什么呢 那个时间点 2017年的时候 5月份 柯文哲市长市会议 他说列管三个月 做成行政组论 三个月过后 8月份的时候 蔡碧如首遇 要求林青龙跟 都发局长林周明 跟陈情仁金华城见面嘛 那后来到底哪一天见 不知道 但到年底的时候 果然就变560 那是2017年底 2018年初的事情 所以今天周刊 报这条讯息 是2020年 所以他的时间段上 是有一段落差 当然你可以说 是不是因为 你2018年初 帮我办的这件事 现在呢 你2020年 你的党要选举了 我就给你 我拖到两年 我可以帮忙解释一下 2018年1月18号公告完了以后 你不要忘记 金华城就跟内政部疏院 然后又打行政官司 当时对 2018年1月18号的公告 金华城是不满意 到3月10号的便当会 2020年3月10号的便当会 到17号的陈情 到19号的交办 那里面为了就是在打官司的678.91 就120 284.39的楼地板面积 现在要求人 之前是不满 现在要求人 中间有没有态度上的落差 OK 现在讲 这整个时间续拉出来 大家很清楚 当这七个威京集团的人头 在捐的时候 其实应小为开便当会 然后柯文哲交办成情 以及现在关键 到底这案子可不可以 破天荒 私人案送都委会研议 是在那个关键时点 所以他把钱进去了 如果真的是那一句话 谢谢560 如果真的是谢谢560的话 是在暗示什么 上次你给我560的时候 现在我已经投桃报李了 那你们现在在办的这个 如果真的能成 下次我会不会投桃报李 其实这整个时间去对起来 你不能只看说 比如说一句LINE 就这一句 然后你说 用这一句去勾说 对价关系 一定就是210对应到 容计560 你要看的是 在这整段过程当中 你第一个发现 他们彼此之间很熟 柯文哲 蔡碧如 李文中 朱雅虎 沈庆经 根本就互相认识 还在尬一个议会的 应小为进来 大家好来好去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这是这是第一个要看的 第二个就是说 柯文哲的案子 其实他也不止精华 刚刚前面讨论这个菊子 徐子瑜的事情 柯文哲现在身上 不止精华城 还有政治现金 还有木可公司 菊子他是贴身幕僚 而且他是属于那种 比较低调的贴身幕僚 他跟陈志涵和吴怡轩 这种一天大晚 在媒体上面校正的是 不同属性 他跟陈志涵和吴怡轩这种 一天大晚在媒体上面校正的是 不同属性 陈志涵跟吴怡轩 感觉就是 他搞不太清楚实际的状况 但是他经常发言 所以关于比如说木可公司 吴怡轩也是经常讲错啊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间公司在干什么的 所以他才会把授权费讲成管理费 最后发现授权费根本假账 但是我徐子瑜他非常低调 很少几乎不在公开场合发言 但他天天都跟着柯文哲 这是黄国昌也承认 他是随行贴身幕僚 黄国昌今天有承认 他说徐子瑜是个老实的人 他只是一个平凡的随行贴身幕僚 但是这个他是 明白的故意讲糊涂话 请问随行贴身幕僚是不是 有很信任感的人 政治人物就是这样 第一个司机 第二个随行秘书 你一定要确认这是信得过的 不然你怎么天天带着他 在你旁边经历大小时 光讲去曹竹云园如果可以一起去的话 那不得了啊 陈志涵也没去啊 我这样说好了 因为在这整个当柯文哲自己 在他们那次查账记者会 后来是记者发问 然后柯文哲证实说 对他去过曹竹云园唱歌一次嘛 就是财团也是市民啊 然后选后以后那一次 因为在那以前 其实大家大概 传得沸沸上上大家都听过 只是那时候我们一直说 柯文哲会去淘租影员吗 因为传成这样 那他也没有证实过 他也没有讲过什么东西 那时候都还是个问号 当柯文哲证实以后 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 一定会有人把他跟柯文哲人设 拿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些讨论 局子是有参加那样 如果照媒体讲 局子是有参加那一趴的话 所以能去参加那一趴 他显然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去的 我跟大家讲 水行幕僚有两种 一种是先帮你去产刊 看看动线怎么走 然后帮你端茶 端茶倒水拿矿泉水给你 然后之前柯文哲 不是有人帮他擦擦汗吗 但是这种所谓的贴身秘书是 如果你去参加一些 比较低调私人的聚会 他会进去里面陪同你 帮你拍照做笔记 或一起聊的 这种绝对是很信任的 之前不要讲陶珠影员 柯文哲至少去过两次 八八会馆 你觉得他去八八会馆 有可能是自己搭公车 自己一个人去吗 他有个司机吧 有没有人陪同他一起去 到底在那个席间大家商量 什么 这是单纯认识朋友 到八八会馆交新朋友吗 还是有遇到林秉文 有遇到谁谈了什么 这些东西如果许子瑜 他扮演这样子一个幕僚角色 他肯定掌握很多资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我觉得 你看那个黄国昌 黄珊珊他们的反应 很有趣啊 他越是绝口不想提的东西 越是严重 你观察他们之前的这些反应 真的是如果被踩到 他就说你们这些都是绿媒 你们这些都不公正 不回应任何的名嘴 像之前政治现金的帐 就是这样啊 他们只敢回应一些小条的 什么便当的收据啊 这些 真正大的木可公司 他们完全 木可只是一个合作 他已经要解散 所以许子瑜这个名字出来 假设今天黄国昌跟黄珊珊 直接出来说 他其实只是个什么工作 他现在在留学 他怎么样 他马上就回来 那我还认为说 这可能是无关紧要 但是这么回避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人掌握的资讯 应该是重要的 OK 那这里头包括今天媒体所报导的这些 会不会在未来整个办案的过程 那是非常重要一环 或是这里头的东西 有仔细乌有呢 可是有一点非常重要 反正到检方如果起诉不起诉 看起来检方对于柯文哲的态度 连扣押土力的时候 都已经直接讲 是违法土力 用这样的一个理由 所以你可以知道检方的态度 大概最起码用土力去起诉 你现在可以想象出来 黄国昌也是这样讲嘛 可是这所有的过程 等到起诉出来以后 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里面爬出了一段 那黄珊珊今天有回应这一段 所以我特别提到 就是两边让你选一边 好吧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就是像徐子瑜橘子的角色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那就是北检 你要查泄密 如果没有 就是科幻小说 就是假消息再一通 好吧 那伸头一刀 说头一刀 你要选哪一个 那北检选择的是什么 但你从北检的回应就知道 确实有在要查橘子的角色 只是北检回应就告诉你说 目前仍在厘清徐子瑜的涉案情节 外界有传策 就表示第一个 有 有在查橘子到底什么角色 北检直接告诉你了 只是他告诉你说 没有没有 我没有界定他到底是什么样 在这个案子里面 你们大家不要彩测 好吧 那这整个过程一直到现在这样 一中 所以刚刚讲到 有人在爬梳 其实一上刚有说 他本来是磕粉 是非常非常的磕粉 但有人就讲说 包括捐钱 磕粉有一些会捐 一定会有捐输 他的捐钱 基本上算多的 极多 非常多 根据调查 就是公开的那个资料 这两千财员的公开资料 你知道这个橘子 徐子瑜 他捐多少吗 他从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二四年 这七年间 合计 我们有有爬书 捐给台湾民众党 柯文哲 黄珊 跟黄敬寅 总共捐了三十六万 一千九百七十四元 那你说这捐这个数字 这里面最诡异的一笔 是在二零二年的八月三号 光这一天 单笔捐款给台湾民众党 上限三十万元 又捐下去了 你有没有发现民众党的人 支持者都很喜欢 把那个政党的上限都捐到满 这个橘子在二零二年的八月三号 他也捐满 那刚刚讲橘子 不是他的贴身秘书吗 那他工作这么多年 对不对 我们从那个七年来 从台湾民众党 跟柯文哲政治现金里面 看到那个公开资料 你知道橘子 从里面拿到的人事费用 包括他的薪资跟津贴啊 总total只有二十九万八千三百七十五元 一关三十六万出去 结果他在里面 七年的薪水才二十九万 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我在那边工作 我当立工就算了 我还贴钱 还贴了六万块进去 你们觉得这里面很诡异 那其实这个橘子来头很大 他其实是 他的阿爸叫做郑崇儿 他的祖母 他的祖母叫郑崇儿 郑崇儿是谁呢 是杜崇明的儿媳妇 杜崇明知道 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 那这里又扯到去年一件事情 你知道去年其实有一个 最终医生叫杨思培 因为柯文哲去年嘴巴 他比川总统最厉害的 那今年就是 在去年八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他出席一个杜崇明传记漫画的记者会 他在那个记者会上面讲一句话 他就说 他说我啊 我以前上过杜崇明的课 那第一点 因为他上过杜崇明的课 他在台大一圈的时候 第二个 他说我拿过杜崇明奖学金 因为就是医学系第一名 意思是这样 那这件事情 那个杨思培医师出来就骂 就讲说第一个 你拿 他就查那个年份 你拿 你所谓你上过杜崇明课 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 因为他那时候 其实身体已经快要 身体已经不好了 不可能上过 你不可能上过他的课 这第一点 那第二个是说 你说你拿杜崇明奖学金 这个不可能 因为他查了那个医学系的第一名 都没有你柯文哲啊 第一名再查你 那奖学金 你去跟我说一下 就这时候 你知道谁吗 就是 橘子的阿嬷跳出来说 有 柯文哲有拿过杜崇明的那个 奖金 对他拿了一个私账 那里面确实有一个账 可是 杨思培医师又不死刑 就去查 他说我查了 1980年的那一天 那个就是班 1980年的11月8 那个颁奖典礼上 那个阿嬷就是 但是郑崇儿 你根本就不是杜崇明基金委的董事长 就是说这件事情 跟你说的不是 那为什么你那么护他 那个郑崇儿是拿一个私账去混成 好像说是杜崇明奖学金 那为什么杜崇儿那么护科文哲 第一 郑崇儿是屈子余的 就是屈子余的阿嬷 这是第一个这条 第二你怎么办 储疑 郑崇儿也捐给他民众党 也是30万元 这一群人都很喜欢捐 人家不能支持一个政党吗 他们就是支持政党 这就理念啊 所以你现在知道一件事 人不会没台没钱 尤其你也不是企业家 你没那么有钱 那你看 橘子也捐30万 他们也捐30万 甚至橘子还在那边才赚了钱 在科文哲那边工作 七年才领了29万 这里面大家就在怀疑 第一件事就是说 是不是有私账 就是我们现在查到的都是公账 那你用大家观众朋友 你自己想一件事 你会在一个老板面前 身边坐了七年 你领了29万 结果你会兼免那个老板 跟他的相关的政党捐到36万 这个关键不合常理 那就是因为不合常理 所以检掉才要查 如果阿建很合常理 很正常 那有什么好查 所以大家才要去查说 这个徐子昀 究竟掌握什么角色 第一个他是柯妈妈 是不是柯妈妈 放过去的 人工会心腹 那第二个是不是说 他是不是才有监军的角色 你知道那就是像干军 以前民政时代的时候 军队都有监军 他是不是柯妈妈派来监军的 然后这里面又提到 就是说 那为什么那么小的时间 他刚好在检掉去查印小慧的时候 他又坐飞去日本 然后现在人又不回来 所以现在一句话 大家在呼吁就是说 如果橘子徐子云 你真的觉得你清清白白 你不怕 很简单 你就买一张机票 就回来台湾 你就清楚把大家交代完毕 事情就结束 可是你一直不回来 那所以又这么 是不是有可能 最后我们讲知道 检掉如果具体不到 是不是会发布通气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橘子 这一个角色 变成是整个 金华城这个案子里面 可能一个最大的关键 OK 这整个案子 一直到现在来讲的话 来一夫 第一个 最后跟你文中 那一段的那个词 就是什么 小沈很小气 七个人两百一 不是 你连小沈很小气 都写上去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那因为我刚讲 因为他有上架引号 OK 那除非是静周刊自己掰的 反正到起诉 起诉以后 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这样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里头 有写的这一段 这一段 会在未来里面 会是很重要的一块吗 为什么北检 在那个时候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北检直接下杀手舰 那就是包括 直接扣押中华城的土地 所有这一块 这一块有很多人讲说 那个杀手舰是因为 抽银根的观念吗 如果抽银根的观念 对沈金星 对威京集团来讲的话 要怎么撑这些东西 你想一下 就是说光土地 光土地 当时顶月年代就年代了149亿 149亿利率是2.25 其实他利率并不低 他原本是2.2点出头 为了要成功贷款 利率调高到2.25 那这一个压力就很大 我们只是说买土地的土龙而已 我们还没有说建筑成本的贷款 光你这一个一下去 唯一假扣押 你的案子在审的时候 你的精华城变成一个 能不能盖完是一个变数 尤其是假扣押 那现在市政府也跟你讲得很清楚啊 我们不堪厌 当然他们有一个堪厌管理规则 一楼二楼九楼还有屋顶什么 你你这些都要堪厌 如果不堪厌的话你就不能施工 那你不能施工的话 你你动工我就把你停工 那清华城变成遥遥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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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清华城变成遥无奇 如果你是一个银行 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我可能后面我就断了 那你说你的贷款大部分都是按施工阶段拨款 那我现在不拨了 因为你被停工的话 我就不拨你款了 我不拨你款 那你前面的利息压力 跟你的原本的贷款的压力 其实这个就足够可以让顶月受不了 顶月受不了 忠实化中工都受不了 因为他们直接间接都持有顶月的股 股份 那你整个的我们都知道 企业如果你财务杆桿玩太大 只要一家公司出严重问题 那个可能是整个集团都出问题 那现在银行对清华城的不确定 那你说他还会大方的拨款吗 一定不拨了 甚至于你土龙的那一块 会不会说你被假扣押了 那你的贷款能力 你的还款能力不足 那我是不是后面的拨款 或是整个要索求 所以这对顶月来说 是一个检察官的确是杀手箭 这个真的是杀手箭 能不能够活得了这一块 那当然检察官真的人家说出大决 我们当初也是在聊的时候 第一个检察官可以对可能判定的不法利益所得 进行处分嘛 另外一个就是市政府要不要去跟 金华城你一面去协商如何处理 那百分之二十那问题 他可以分两块 结果没有想到是检察官先下手 那一下手 对我觉得不只是顶月 是整个威京集团都很麻烦 因为大家都有持股 要么持金华城的股 要么就持顶月的股 如果这样的话 人家讲说检方下这么重的手 目的是要神进卿 神进卿某种程度来谈吗 或是要不要转污点证人吗 可是有人讲说 你都下这么重的手了 我还跟你谈什么东西呢 我反正就是死到底的感觉 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要钱与要命 那之前 我什么都不认我什么都不认我 我要钱 我今晚才可以继续盖我 但是我这个一扣下去的时候 命跟钱 可能两个都没有的时候 你要选择 因为神进卿是一到七年 你认罪还可以减刑吗 那大家还可以来谈一谈 那百分之二十的问题 不法所得如何处理吗 可能是说 你那个百分之二十 算换容机率多少 你不能带超过多少 那个都还可以谈 因为还有百分之八十嘛 对啊 那个可以谈 因为房子的设计的时候 承重量 你是做十九层楼的承重量 这个你把它减 那个没有问题 如果你要拉高当然有问题 你减 那个可以改设计嘛 所以就变成 我给你很多的压力 你看行贿罪 一到七年 还有之前释出来的 你的左手交右手的特别背信罪 我现在金华城浮底抽薪 我给你假扣一样 这会造成神进军多大的压力 一到七年跟你其他的这一些 我要不要办你整个扣下去 你金华城所面临的状况 可能是集团整个都出问题 我就是压迫你要不要转污点证人承认嘛 我觉得检邦就是一直在给神进军压力嘛 然后你又有一个猪牙虎认罪 他整个整个的压力锅 现在是整个压在神进军上面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神进军成不承受得 像这样一些压力 北检是用压力的方式要希望能够突破 除了土利以外 然后包括有没有行贿收贿的这一块吗 但是对于那个土地包括被压 所有的后续博弈 第一个我今天看到尤其今天 很多民党的议员也直接跟蒋万 蒋万两个人在议会 也是存在的意思就是说你压 你就停工啊 你不让他停工 然后一直盖下去 蒋万因为他说我要发函问法院 然后所有这些状况 而这过程当中这一块停不停 市政府停不停 政治上一些效应 跟刚才讲到对于柯文哲 这整个案子往下办 刚才所出现的那些证据跟资料 你觉得这两个中间 在未来会有什么发展 先讲啦 就我个人而言 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金华城停下来 因为很奇怪嘛 流程匪夷所思啊 你说这个地方有人被侦办 然后生活也被说 那地方还在盖 还在盖 到底那个20%的容积奖励 是不是可以拿到 争议非常大 但问题是金华城的案子 检方还没有起诉 法院更没有去判 也就是金华城目前他的所有的建造 是合法的 这非常重要 如果蒋师傅现在贸然的 停止这个所谓金华城动工 我想跟各位保证 金华广场包括那个顶月开发 一定会告北市府 一定告他 那告了结果 很有可能他们会胜诉啊 因为现在建造是合法的嘛 当金华城如果胜诉 会发生什么情况 第一个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公信力大幅下降 你看金华城对的 他们胜诉了 再第二个台北市政府还要国赔啊 要赔那个金华城的停工损失啊 这个问题是后续很严重 就是说观感是一回事 但是法律层面上 我们必须要顾啊 他目前已经被法院裁定 就是不能处分了 所以不能卖 盖好之后不能用 不能过户 盖好之后不能用 那问题大了 就每一天的利息钱 在那边会变得超级大浪尾楼 这个事情会不会给损金金压力 一定会 金流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真的 蒋师傅不是没有做事情 他已经尽量的 再给审刑金金 包括危机集团压力 希望他们能够 尽早的把实情讲出来 因为这个对市民 还是有帮助的事情 那两位也是台北市员 来 亮君 我觉得刚刚博弈讲的 我现在还是认为 蒋万安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 实在是态度 一直都太保守了 因为你现在看说 金华城这个案子真的 你看现在 刚刚一直讲到说 这个引号里面的字 李文中讲说 小省很小气 7人210好了 感谢560 所以很明显 这个560这件事情 就已经连接到说 那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恐怕就是 刚刚就已经讲了 就涂力了嘛 然后就有涉及到金钱 甚至有对价关系 如果案情都已经到这样 前朝的包含市长 副市长一直到都发局长 所有上上下下跟金华城 案件相关甚至经手过的人 都已经被列为被告的状况底下 其实真的 以台北市政府的角色 他在行政手段上面 有非常多的理由 跟方式可以要求金华城 来去停工 那蒋万安讲说 他要请法院 他要问法院 但是我就讲说 你要什么问法院 因为如果我们举当时2015年 柯文哲让大巨蛋停工的例子 后来柯文哲要求远雄停工 然后远雄就告台北市政府 那当时他就讲说远雄为案图施工 那告了之后呢 后来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后来市府就举出你到底哪些 为案图施工 有一些什么疏失等等等等 后来远雄也撤告啊 后来这个案子没有继续往下走 那你就是说先做再说 问题是说 没有问题是说 你现在在这个时候 你现在知道 明明就已知金华城案件 容积上面就已经有问题了 你为什么不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而且确实你包含 昨天我跟阿淼我们都有质询啊 包含你从这个行政诉讼法里面 程序法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些法源依据 可以用你的行政机关的所外 行政才良权 我觉得蒋婉安 蒋婉安 蒋婉安他的问题就是 他想要当好人啊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说到现在 他现在想说 好 那反正我现在就是 假装有动作 然后我也不想说 这个搞得好像 一副就是说 全部都是柯文哲的问题 因为问题是蓝营自己内部 大家还记得吗 蓝营自己内部 包含游熟会这些人 一直出来打金华城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蓝营的高层 也一直在劝说 不要再打了 大家冷静一点 好 那如果是这样 那博弈等一下一次回 来 阿妙 那你去蒋婉安为什么 因为博弈刚刚有讲说 会不会担心有国赔的问题 而且蒋婉安说实质停工了 大家就不需要 这时候一定要这样做 这样可以吗 蒋婉安小孩开大车了 所以他不知道 这台车有什么性能 这台车怎么操作了 现在金华广场 最怕的就是生米煮成熟饭 你整个按照他的龙姬八百四 全部盖好之后 你怎么不可能放在那 变成鬼城 所以最后市府 一定被霸王硬上公 金华城说 不然我叫龙姬代金 你还是给我风光开幕 那我们避免生米煮的熟饭 现在电锅柯文哲按下去 蒋婉安你要把他跳起来 那怎么跳起来 蒋婉安现在做法是 我什么都没办法 我想找保姆 法院你来帮我播这个开关 不然中央你帮我播 可是蒋婉安不是小朋友 台北市长手中很多工具 我昨天咨询就讲 行政程序法他翻开来看 建造 刚才博弈强调建造是合法的 可是你怎么知道建造不能被废止 如果检察官起诉里面提到 建造发放的过程当中 真的含有收费的情节 可不可以废止 可以啊 而且行政程序法 119条写得很清楚嘛 如果有贿赂的行为的话 那是信赖不值得保护 没有这个提告的问题 那他现在停止勘验的 只是缓兵之计啊 你硬盖上去 你能怎样罚他9000 9000都会计算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最后你还是得面对建造 还有你的细部都市计划 你要不要通盘检讨问题 你要不要废止这建造问题 这神人决定 讲忘安决定啊 所以讲忘安 像个大人吧 你要不要废止这建造问题 这神人决定 讲忘安决定啊 所以讲忘安 像个大人吧 他真的可以解决事情 好 第一个 他真的讲的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我先讲第一点 要不要废照建造还是任何东西 很简单 法院先判定 这确定是有贿赂罪 这要先确定嘛 现在你说气了210 感谢560 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很有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啊 不是法院觉得啊 现在还没有实质 法院判定了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有违法的 那现在我师傅就直接认为有违法 那直接做相对应的动作 后续如果真的发生问题了 怎么办 其实这个要问一下到底怎么办 所以当然啦 这是法律层面 那议员我们有不同的层面来看 我只要 两位的议员在这边 只要你们觉得 而且你们敢保证 市府要停工 我们被金华城告完之后 对不对 你们决定会力庭 讲忘安市场到底 那我跟你们站在一起 嗯好不好 你们敢不敢 如果假真的想说不告 对不对 停下来了 不让他施工 之后被金华城告了 然后又败诉 然后又国赔 你们绿营全部跟我们站在一起 那简单 我来做市长 我做决定 我不需要叫议会出来 说你们每一个方法保证 不是不是 市长可以自己 市长不是都要破议会 市长的保补 这样不对 你干嘛 现在你们说 博文市长没有走 对不对 小孩开大车 告诉他 只有国赔 博文市长 没有法律常识 不能这样子吧 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做 我们整个市府的后队 而不分蓝绿 我们大家想法是一致的 就是把金华城停下来 就算之后市府败诉 我们也全力支持 蒋博文市长 那我觉得OK 我听你们 本来就要去评估 法律的剧本 像五哥代表你知道 对方会提什么主张 我方有什么样剧本 那现在蒋博文剧本 只有一套 我们发韩问法院 而且实际上这个案子 发生之后 市府其实有列列30万 针对金华城 没有没有 他们要采取就是要去问 就是30万的这个标案 法律咨询 就是针对这部分 市府可以采取什么样子的 法律策略 市府是有在做这件事情的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在这 因为本来市长 我认为蒋博文 就一向都是这样 五举大巨蛋一样 大巨蛋为了要解套 也是找议会 把议会拖下水 要议会 帮大巨蛋的公共安全背书 那每次都要把议会 拿出来当挡箭牌 拿出来当蒋博文剧 我觉得这个在大家过去 这些案子的状况 就会觉得 这市长太没登山了吧 补充 刚才一直说会怕被告 说没有法院 预据没有任何一个法院 其实有一个东西 就可以做庭公的指示 监察院的报告 监察院已经明指 台北市政府 是有行政为师的 从560到840 是有行政为师 就是我根据监察院 要我调整这些行政为师 把他合法 把所谓的20%的容金2G拿掉 怎么会被告 即使被告 也不用赔款 因为监察院 你是依据监察院的报告 去执行你台北市政府 应该做的行政调整嘛 怎么会被告 不是 他第二个即使被告 当然也不用再罚钱 因为我是依据监察院的报告 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法院 叫高等行政法院 台北市政府跟所谓的 进华的诉讼里面 高等行政法院 还直接说560才是对的 你进华城要的 678是不对的 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说 法院没有给你任何指示 你还要去申请法院 如何叫你提供的指示 我做讲一个好 大家拜托一下 如果打讲都OK 不会被告也不会罚钱 那就请丽云支持我们嘛 反正也不会被告 不会罚钱 不是啊 议会不是都决议 要是你们提供的吗 我跟各位保证 现在蒋市长 只要把交易的提供 绝对被告 百分之后一定告你啦 这不用看了啦 告完之后很简单 我也不想输赢 我只希望相对的绿营的人 如果输了支持蒋市长 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 蒋市长来提供他 我只要求这个就好嘛 那敢不敢做这个承诺呢 这不是保不保姆的问题啊 现在是议会希望市长怎么做 市长如果照做了 议会能不能够当市长的靠山嘛 不要现在讲的很好听 出事的重跑 比人还快 市政府跟市议会 我想要补充一下 其实你如果从 我应该刚才讲的 都是刑事民事这一块 其实你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 蒋市府本来就有做 做那个政治 就是做这个所谓的 停工不停工的处分 那你做完这个行政处分以后 那如果金华城 他们有意见的话 那就是提宿院嘛 像宿院会提宿院嘛 那宿院会如果驳回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往行政法院走嘛 所以最终的决定 其实是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或最高行政法院 请问你讲市长有什么责任 那最后 不会赔钱啊 不是赔钱啊 我们就要知道 我现在做一个行政处分 然后接下来就是由 宿院跟 宿院会跟行政法院 去做后面的处理嘛 那这就表示我有个担当嘛 而且今天案子这么大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们会输呢 因为等到高等行政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判出来的时候 这一边的案子 已经两审三审了 所以你这边还用法院的依据 我实在是不太理解说 你是在怕啥 那现在大家怕的是 不是 这不是怕不怕啥的问题 不是 我们想要审清金出来 我们希望他可以出来 所以你要让他死了这条心 他如果 金华城这边停工了 没有死了这条心以后 他才会甘愿的 在行为罪上 把他所有事情招出来嘛 啊你现在 你们一直拖着 让审清金在里面觉得说 还有希望 好 旺安还在保护我 我还有希望 他就会用他的命 去换钱 我们希望 清金可以出来 你讲得好像 好像你 沈浸清是你亲自的 我希望他可以出来嘛 OK 可是 可是这就整个案子 就是台北市政府 到底针对你说北柬 他已经向法院申请扣押 成了以后 那接下来 是不是真的实质动工 如果实质停工以后 或是真的要不要 台北市政府勒令停工 停了以后 对整个金华 威京集团的压力 会不会更大 会不会造成其他后果 大家讨论的大概是这一块 但另外一个找出 我第一个鼎月 鼎月已经做了他会提抗告 那第二个抗告 能不能抗告那一个 把这个整个扣押准分 能够挡得下来 如果这个没有办法挡得下来 那就进入到 这个诉讼程序 那因为法院看起来 那扣押日子在本案 最后决定以前 那是不得做任何处分 我昨天就讲过 包括买卖或什么 所以买卖房子的过程 一定会受到影响 那沈金金一定会希望说 好 那就如果这样 那就快 好不好 最起码一审 我如果一审能够真的无罪 才有可能打得掉这个东西 那这过程 会不会真的像这样一下 往下走 但显然北剑 除了你看到今天媒体上报导 这些有没有在过程当中 有包括罪牙虎这一季以外 北剑的动作还在往下走 那柯文哲就算他拒绝提讯 可是北剑的动作还在往下走 今天还在传唤一些证人 除了橘子要不要 从日本回来做这以外 那包括媒体上所讲的 依附我问一下 有一个名字出现在 整个北剑现在在掉 所有的政治现金的里头 陈寅柱 陈寅柱这个名字 你只要长期看政论节目 或什么 选举的过程当中 这个名字常会被提起 有没有 捐款哪一个地方 哪什么什么这些 常会被提起 为什么这个名字 会这么引起大家注意 因为陈寅柱本身在嘉义发展嘛 但是他就是博弈事业 发展得很成功 大概除了企业界以外 要比现金流 能够比得过他的人 还真的不多 还真的不多 所以有些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缺钱的人 很多人会去找 陈寅柱借钱 因为我就说过 真的现金流能比得 赢他的人真的不多 好 那我问你 民众长现在会直接讲说 你们太不公平了吧 你们查我们 查那个朱雅虎 那个威京集团的高层 有没有7个人捐了210 后来四叉猫再往下说 有没有11个人捐了300 然后今天媒体又报导说 那包括有一些媒体的高层 也被传去当证人嘛 10个人 然后这10个人 你们也在查人家政治现金 有没有一个人捐了10万 这样的情形 意思是你们都怀疑 这些人捐的 是不是假政治现金 或什么 那我也看到民众长 也有人讲 那这样可以啊 就大家都查 国民党的民进党的 所有选举的 尤其大咖选举的 全部都拿出来查 不要只查 他们的这些东西啊 这个就是推托嘛 因为检方在办案是有标的 那可以啊 那就请民众长查出来去检举吧 否则你叫检察官如何去查这个事件 全面性查 那开什么玩笑啊 那我们每两年选一次局 那你说 比如说我要捐给国民党 国民党刚好在县市场选举 预言选举 我支持国民党的 我可能是告诉你说 那你就捐给谁 捐给李柏益吧 怎么样 当然这个政治现金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查这10个人 其实蛮有趣的啦 就是说 第一个 里面内容里面 包括传出来说 也是透过21个人啊 什么210万捐给特定 特定人嘛 捐给特定人 那这里面包括了 所谓的特定人 传出来是正在选举的人 第一个 第二个里面就是 你可以看得出来 呃 约的有些人 看不出来跟政治现金或进华城 有什么关系 但是却是 柯文哲在跟财团啊 逃出引元也在场的人 嗯 那另外又所谓的 博弈大亨里面等等 然后呢 跟小省大概有债务债权关系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你看起来 真的好像面向很广 不是只有单独的政治现金的问题的感觉 嗯 哦 当然十个人里面 现在 铺光的只有四个 还有六个人到底是谁 目前我也不知道 哦 那等 看看明天 这个周刊 会不会又出来 十个人民完整了啊 那就是说 现在这段看得出来 他在厘清很多事情 那这些事情的来源到底在哪里 欸 请问一下 你上次在简论有讲过 四千三百万 那时候媒体 是报道说 检方是不是有要传 原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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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来来作证嘛 啊 我们那时候在讲说 为什么要去 传原屋主来做 那个买卖都结束了 然后今天 周刊里面讲到这一段是讲说 有在讲说 有没有可能 钱是东流西流 然后那个买卖 其实可能是有点像 价金也是用这样的一些 刚才讲的那些手法 把钱转到那 可能民众讲的也是 柯文哲就出来跟你讲说 那就是选举补助款啊 那是柯文哲说 对啊 他就是选举补助款 柯文哲也说他没收费啊 柯文哲也说他没收费啊 你也没查到他收费啊 对啊 他都有说啊 但检察官都在办啊 对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还要再查原屋主的那一块 呃 这样说 你说 选举补助款是柯文哲说的 那 可是到现在没有看到 选举补助款 我们大家讲最简单的就是 账进去 就直接那一笔4300出去 其实这是最容易拿出来的 陈佩琪上次要开记者会 本来也寄望 他能够把最简单的这件事讲清楚 这律师在这边嘛 如果你是检察官对这个案子有好奇 你好奇什么 第一个 他是不是真的交易 还是一个假交易 这第一个嘛 如果是真的交易 确实是有这个交易 那 金额是否如契约所说的 4300万 那你查金流的时候 有汇出了4300万到 全屋主 原屋主上面的时候 这个钱 会不会又有不同的流向 那如果我是检察官 我就怀疑你为什么要买到最高价 你又说人家要出国 急着要出国 那应该买低价 你为什么会买高价 那如果一般的交易金额是 80万 你买88万 那我怀疑你多出来的8万 那高于市价的这些钱不太合理 因为你又说人家要出国嘛 急着要出国嘛 那我们的逻辑里面 就急着出国都应该是便宜卖嘛 不会是买在最高价嘛 那如果你买到最高价 逻辑上不通的时候 检察官怎么想 你的交易金额真的是4300万嘛 第一个是不是真的交易 第二个金额是不是4300万 如果不是呢 那你汇出了4300万 如果不是呢 那会不会有 那4300万里面有多少钱 又留到一个相关账户里面去 这检察官要查的啊 一路往下 一战 政治现金这些会开花了吗 对 今天的报导 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政商名人 这些名人被约寻 以政人的身份约寻 到底是跟什么有关系 中时媒体就说 跟所谓的政治现金是有关系 而且这个政治现金 还不是柯文哲的 是黄珊珊 而且是时代力量爆料嘛 所以有21名 东森集团的董监事 跟高阶经理人 总共每个人捐10万嘛 21人总共210万 正式现金给黄珊珊嘛 所以今天 简联以传唤东森集团的总裁 黄珊珊的厘清调查的现象嘛 就是化整为零 原本我要捐给你270万 但是我因为违法嘛 所以我就变成21个人头 直接捐给黄珊珊的 所谓的政治现金 说这个也还好 顶多就是罚钱 违反政治现金法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时候 去查这个东西 就变成是大问题 你要问简联 为什么这时候去查 所谓的旧的案子 而且是2022年的 所谓的政治现金专户 也不是克文哲 是黄珊珊 跟所谓的对价关系 有没有连带 如果有对价关系 那就不是单纯的 政治现金违法的问题嘛 就会跟所谓的 这个210万 所谓的党部的 210万是有关系的嘛 是一样的嘛 就是化整为零之后 其实背后 所谓有对价关系 那这个对价关系 比较难猜啦 比较有可能 因为东森集团 跟台北市政府 唯一我可以想得到的 是东森小巨蛋 现在还在跟台北市政府 互告嘛 而这个过程里面 台北市政府 有没有协助 所谓的东森小巨蛋嘛 因为另外传的人 叫邱佩玲嘛 邱佩玲也当过 所谓东森小巨蛋的董事长 但是我们没有说 他有直接对价关系 而是检方检联 有没有怀疑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怀疑 只是单纯证人的话 就是说这样的手法 你在2022年你做过 那你2024年你黄珊珊 也是所谓的总干事嘛 所以下一个可能就会约黄珊珊 来说这样一个化整 为零到政治现金的方式 是你们在操作选举时候的 一个金流的方式 那一方面至少是 违反了政治现金法 一方面至少是违反了政治现金法 因为政治现金也在正办嘛 那至少你违反了政治现金法 那有没有对价关系 可能还是要向上正办 议事长请问一下 看来讲讲完在停不停工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有媒体讲说 他会担心小草 会不会得罪小草 他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真的像博弈讲的 就是担心被罚钱 被告被罚钱 这是他这单纯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不够有勇气 因为你是一个市长 市民希望看到市长是什么 是把这些不法的容积率可以讨回来嘛 我已经说不法有好几个层次 一个是行政上面的为师嘛 那监察院有没有跟你讲 台北市政府有为师 有嘛 监察院报告就是 你台北市政府有为师 而蒋万安丁已经上任了两年了 监察院的报告去年就出来了 你有没有针对这项为师 做出任何的行政处分 没有看到嘛 没有看到的时候 这时候是你最好的机会 因为已经扣押了土地 你可以做出你最好的做事 跟台北市民说我要把这些容积率 柯文哲不义的容积率讨回来嘛 这才是应该台北市民要看到 你一个市长的政治座位 我想到一个方法叫监察院质问 因为你一直没纠正你 你一直没有改善嘛 监察院可以行使监察权质问啊 质问你为什么不改善嘛 然后我就师处有名嘛 然后我就可以师处有名 不用质问 你现在报告 你再来给你本来做啦 监察院的质疑 你跟最后关系甚或是 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两个 不过益山哥我觉得说的不错啦 就是说 市府是不是应该站起来 勇敢的跟金华城说 不 是 麻烦民党跟我们站在一起 好不好 站在一起 又让回来 又让回来 因为市府跟议会是一体的嘛 你又让回来 那刚才在所有今天 包括周刊的报道 所有这些最近这一阵子 我有没有觉得 黄昌其实讲到那个报道那天 你看他讲的词真的非常重 黄山相对来讲的话 对 因为科幻小说大家都常听啦 像这样一些词 包括最近大家也会讲说 像那天在小草生源的时候 在土城 不是要去生源小草这些 那黄山没有出现 当然黄国昌啊 那个陈佩奇啊 那柯美兰他们都有出现 这些对他们来讲 跟未来会有关系吗 我觉得想想柯文哲 到底还能不能够 顺利出来啦 如果柯文哲 他一定会出来 他是清白时针出来 还是发生被起诉 等等的出来等等 我觉得会对民众党未来 到底由谁来当第二把交易 或涨舵 会有决定性的不一样 那黄山山跟黄国昌 两个太阳嘛 那现在哪一个太阳 比较强大看不出来 一个感觉起来走党务系统 一个感觉起来走家人系统 到底谁才是最后能够 制霸民众党 可是你看白英到现在 不管你怎么说 他的支持度 还是有很多铁粉啊 哦对啊 实际上这个其实是 蛮厉害的 就之前就不要讲了 最近事情闹很大的时候 实际上到现在 都还有13%的支持度 其实这个算是相当的高了 对啊 代表了柯文哲他的 始终铁草 还是不少 或者是说 很多的人对于柯文哲 还是信赖的 因为目前可能 不管检调拿出来证据 还不足以让柯文哲一刀毙命 所以这个是检调必须要去 想清楚的部分 因为如果搞了这么久 而且动作也这么大 柯文哲民调 还始终维持在某一个程度的话 那最后伤的 我觉得民众党当然有伤 可是更伤的是 检调的公信 可是我还是要再补充一下 跟进化城无关了 对 民众党最近很妙啊 一直不停的攻击 我们的蒋市府团队啊 民众 民众党 民众党啊 市议员吗 对市议员啊 党团队一直攻击 这个蒋市府啊 民众党的这个开记者会啊 今日柯文哲 明日蒋望安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柯文哲现在所有的案子 都是柯P自己搞出来的 但蒋望安市长什么事情啊 我看不懂欸 口号不要乱用好不好 在 柯文哲的这个 民众党的台北市议会党团 还强调 蒋望安市长的市政成绩 多是依来柯市府的成果啊 平行时空是不是 就是好的 蒋望安如果有任何好的 都是柯文哲 时代留下来给他的 不是柯文哲有什么好的啊 我讲不通啊 我都看他到底想了什么内容啊 第一个捷运系统啊 跟各位报告 我南环线留标到现在啊 什么都盖得出来不知道啊 第二个都市发展 柯文哲正讲什么 违剑是国耻啊 现在还没事 违剑有状况比较好吗 感觉不出来 第三个最过分啊 大巨蛋完工启用 这到底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 如果柯文哲 早就让大巨蛋完工启用 我现在都可以听到第三次以上的 这个周杰磊演唱会了 也不用等到今年年底才有了嘛 所以他整个过程当中乱七八糟 然后最后还补充了一点 他说叫讲完市场团队 克制一下 不要再批评这个柯文哲了 要不要后果自负啊 回力标会打中我们啊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 这整个会 他们的记者会开出来的 让我想到了 自从柯文哲出事完之后 民众党开了记者会 几乎没有听得懂的 他到底想表达诉求是什么 他到底是想帮柯文哲讲话 还是在害柯文哲啊 他现在讲得好像很 义正凛然啊 觉得就是帮他们的组织 帮柯文哲捍卫他的清白 可是老讲 他除了树敌更多之外 到底对柯文哲有什么实责 如果照刚才那个支持度来看的话 就说年轻人大概比较了解 包括草草这些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铁粉 第一个你要用相对值来看 相对来讲你看他之前 原本是到22%的民调 那现在剩13% 基本上已经砍半了 那如果再用我们选举来讲 柯文哲那时候选票拿到26% 结果13% 其实已经少掉一半了 所以用相对值来看的话 其实还已经少很多了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这个还可以 但是可以观察就是说 其实我们还发现 民进党的那个支持者也下降 你看哦跟上个月比的话 上个月他还有37% 这个月民进党剩33.9% 反而是那种观望的 从22.8%上升到26.7% 这就是因为 不是选情焦灼是暗情焦灼 不好意思吧 国民党也涨了一点点 有了 应该肉讲这一段 是是是 我还是涨了一点点 整个来 我的分析是因为他是暗情焦灼 就是说整个那个司法案件 他没有一个突破性 对虽然检调很努力的 不断的去拉金流 可是民众党他们已经定掉了 如果最后 柯文哲是一定会被起诉 他们已经就大概也没有心知肚明 但是如果柯文哲是以 土利罪被起诉的话 他们就说这是政治波 就一句话 所以检调的压力在于 你一定要找到金流 你如果没有金流 虽然土利是可以办 不然李树德也不会被判9年 但是对民众党知识来讲的话 甚至还有一些观望者 他会因为说 如果真的是单纯只是土利的话 那这个民众党会变得有点 可能有点私立翻车 私立翻身 私立翻身 他说不出来 林义军 我又数了七个 我少掉林义军 为什么最近才知道林义军 是好像他最近有个什么案子 他当了什么 不是啊 就是他们的国民党里让一起 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还知道说 不是你还干这一行的 外交国防的招委 我的意思说 你看大家都很难理解 他们到底有几个例子 好像我讲 我真的重点两个 第一个是黄珊珊 因为黄珊珊之前去美国回来 大家说她的动作 其实好像变得很低调 你看哦 这个是黄珊珊 昨天在脸书所发的 她发了什么 珊珊出席财委会召开财政收支化分法 就是她关心财政收支化分法 就这一个 然后继续看哦 今天的话呢 她关心什么 她关心林口的社会住宅 她说林口社会住宅 有部分被挪用座去做商办跟酒店 她认为这是不对的 立委不是关心这些OK吗 你听我讲的 她今天下午又关心一件事 她关心国防 她关心台美的武器要不要共同生产 那她关心说有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 就是她关心这些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我相信全台湾人最希望黄珊珊回答的是 金华晨你的角色是什么 政治献金 你又是当他的竞选总干事 你的角色是什么 黄珊珊唯一脸书 我们在翻老半天 有啦就是9月27号 他有提到一篇 就是荣基奖励的部分 就后来被大家打脸说 你拿错 引用错法条 所以后来他就定了 所以黄珊珊珊的角色很尴尬 就是说 他其实是整个案子里面 包括从副市长到竞选总干事 他其实介入很深 他其实是身份很敏感的 可是他有讲太多的话 他可能又会成为 他还没被约过 就怕检调约他 那另外一个反而是黄国昌的动作 比较大 因为黄国昌是去年11月16号才加入民众党 所以前面所有事都跟他没关系 平常讲真的跟他没什么关系 所以他就大小 但黄国昌目前也遇到一个压力 因为他这么努力了一个月 我跟他讲民调也是13 也没有办法往上 虽然没有再往下降 可是他也没有往上 所以他们最近做一个很有趣的动作 他们之前 因为10月10号大家知道是国庆日嘛 那赖清德总统要致死嘛 民众好像就说 他们要在西门町抗议 因为你知道 我以前都知道 因为你进不去啦 那个是管制区 所以最多你只能在西门町那边 他们就要在西门町去抗议司法 结果最近换了标题 换了标题喔 他们现在标题叫什么 10月10号要在西门町要集结 司法正义反费死 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 你们不是要抗 诉出司法是要帮阿伯 就是说阿伯阿伯清白 然后说政治打压吗 怎么突然变成是司法正义反费死 第一个有人说 华国昌过去是支持费死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干嘛 怎么突然 赖清德在那边致死 因为他诉求阿伯的司法案件OK 你怎么突然反费死 他有声你不知道 他没人啊 就反费死的那个聚集力比较大 因为他们在土城 因为什么宁静什么宁静革命 说是200人可能还不到200人 所以你发现说他们再这样下去 你知道第一次集结济南路很多人 可是后来剩200人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再诉求 所以他们现在改用一个 换一个方式说 反费死当然民众 就是一般来讲八成会支持 可是我这边要跟反费死的朋友讲 那个是他们 就是鱼木混出 割刀在这 所以不要被他们用这种 我觉得这种手段很low 你要支持阿伯 你就支持阿伯 你这边扯到什么反费死 这两个真的是不搭嘎 那柯文哲主席这个案子 如果照今天媒体上报导的话 那当然你说不管举止的角色 在里面扮演什么一些角色 有没有这样子 那这过程当中 未来一定还有一些东西要厘清 以柯文哲主席第一次激压 两个月的期间算起来的话 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北检的压一定在 我那时候就讲 你可以想像 到两个月到的时候 北检要不要觉得 阿苗觉得一定会在两个月以内 拼起诉 希望他们目标一定是 一定是这个样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你觉得到两个月 要不要延压或什么 延压或延伸问题 那个压力有多大 OK 那这个就看未来 最近这一阵子会有什么 那些的讯息 但是賴建德总统 在国庆晚会的时候 那一篇演说里头的 《主国论》 你可以想像出来 包括在莱茵拉 有很多引起很多一些讨论 波影 莱茵现在有人直接讲 那包括国庆演说 你们现在又担心国庆演说 不知道賴建德总统会讲什么 可是那个《主国论》 当然讲大概批评最多的是 马建东 他直接包括在哈佛演讲的时候 直接讲到新两国论 或什么这些 这整件事情 你们觉得未来会引起 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我先说 国庆晚会很精彩 也有本人到市场去 对 那不管是他的表演啦 场地都很棒 賴总统进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在等待 看賴清德总统进来的时候 他会不会有什么的一些发言 或他的内容 到底会讲什么东西出来 因为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 賴清德总统不会来唱国歌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我们觉得可惜 但是也尊重他 他来了之后呢 大概致辞完 前后大概十分钟上下 就离开了 我觉得这个可惜的地方 既然来了 实际上可以多待长一点的时间 十分钟有点短 尤其是总统府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基于违安考量 避免扰民 所以賴清德总统 赶快离开 快闪就好了 这个理由 我不晓得一般民众 能不能接受了 有扰民 违安有能力有这么差吗 让賴总统多待个半小时做不到 我觉得这可惜 这个理由我不晓得一般民众 能不能接受了 有扰民 违安有能力有这么差吗 让賴总统多待个半小时做不到 我觉得这可惜 再第二个 就是一开始 我听到賴清德总统的谈话的时候 我很惊讶 我吓一跳 他说 恭贺中华民国 113岁生日快乐 我觉得很有诚意 他讲这个 就有惊讶不到 30秒一分钟吧 賴清德 果然就是賴清德 他马上就补了一个 就说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绝对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他补了这句话 先说这句话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这当然是如此 对岸怎么可能是我的主 但是我想说 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特别把这话拿出来讲 就说 当然他想表达的东西 我可以理解 但是在国庆的时候 讲出这东西来 那会不会造成两岸的关系更差 别忘记賴清德总统 在上个月 9月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 好像是由基督长导教会 办了一个活动 他在里面 特别提到一个 他说 我绝对不会签和平协议 但是这个明明就没有人 在讨论的东西 他却在一个 比较像是绿营的团体里面 讲出了这些话出来 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 就赖清德他们台派的角度而言 独派的角度而言 没问题 但是对于两岸的关系 有没有问题 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赖清德总统 晚会支持完之后 当然隔天 对岸业派了很多 共计者老台 我强力谴责这个事情 当然 有没有跟赖清德的讲话 直接有直接的关系 我不敢说 可是 对于未来 两岸如果希望好好的走下去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必要的话 所以我在此重申 赖总统讲的那些东西 我不认为他讲的有错误 我说他讲的OK 包括他的想法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某些场合下 讲出这些话来 对于两岸的未来 对于台湾的接下来 是否是有帮助的 这才是我们在讲 质疑的部分 也希望赖总统 接下来在国庆的支持上 一定会讲出很多东西 能够除了表达他个人想法之外 也能够多注意一下 两岸紧张的这个局势 不要话都讲的非常的 他觉得很高兴 可是实际上 对外听起来觉得很尖锐 最后的结果 对于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未来 没有任何帮助的事情 赖总统在双死网会 讲完话之后 我看国台办到今天还没回 所以好像也没有很生气 他都派飞机来而已 共鸡天天都来啊 赖总统没讲话 共鸡也来啊 天天都来啊 只有山坨台风还不来 我现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对岸对我们的态度怎样 向来不是我们乖巧不讲话 他就对我们和平啊 对不对 那你看赖总统 他那一天其实 我在大巨蛋啊 我听他讲这个 他很努力要去跨越党派的范里 你注意听他讲一句话 他说要记得 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要时时爱我们的国家 他没有去陷落在说 这个国家我要叫他什么名字 或拿哪一个旗子 因为在场的所有 跨党派的民众的时候 他直接告诉你一个 就是我们的国家 不管你认同这个是什么 你只要认为我们是主权独立 那我们都是团结在一起 所以听到这番话 会跳脚的人 或是觉得这番话 讲错人 唯一只有一种人 就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主国的人嘛 对不对好 那你说 你也认同他 你只是怕中共会生气 你只是怕会破坏两岸 会制造紧张 但实际上 你看当赖清德总统过去 就是蓝营都批评他说是台独基本交易派 可是赖总统他都已经走中间了 假设你还说不行 赖总统你走中间两岸会紧张 那你不就走到对岸去了吗 现在赖总统讲中华民国的四个字 其实这几天我看到有非常多独派都批判 但是他是总统嘛 所以他走中间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那如果蓝营现在其实应该来讲 蓝营应该要上这台车啦 因为蓝营之前就是反共的嘛 然后这其实也是 这个蒋氏政权来台湾之后 一路以来的论述嘛 如果蓝营能够上车的话 我相信 其实对蓝营政治人物车也是加分 包括韩院长我看他今天就说 他觉得赖总统讲得非常好 所以你看韩国瑜其实是充分 那马前总统 马前总统直接说这个算 类似新两国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前总统 我看现在很多国民党人也觉得 很头痛的原因嘛 然后假设说 等一下博弈 你刚有笑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有办法剪掉 帮妈妈处理一下 谢谢张五哥 剪下来当预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如果说今天马前总统 他要坚持一国两区 那现在他在立法院里有个传人叫翁晓玲 翁晓玲他上节目也讲就是一国两区啊 没关系 试试看有多少台湾民众会说 对就是一国两区 未来要并在一起 试试看嘛 因为你一国两区的必然结论 就是三民主义反攻大陆 不然的话你就会变成是什么 共产统治台湾嘛 那马前总统说 这个是两国论不行 要走回一国两区 大家都是中国人 假设这是国民党论述的话 那就是可以正式宣告 国民党会从中走向小 最后在台湾边缘化 这是国民党历史时刻啊 所以我会建议说 国民党要适度跟马英九保持距离 OK 来梁君 我觉得现在大家讲说 赖清德这个祖国说也热议 那刚刚想到说 其实国台办事发72小时 黄金72小时 到现在都还没有 針对这个有回应 但是他们做什么事呢 就这个影片呢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在这个已经完全被封锁了 而且其实这个在 中国的网友里面 有些人当然批评啊 就说啊现在应该要 立刻出兵攻打台湾 但是也有些人想说 这个赖总统的逻辑很清晰 讲得很清楚 理论很正确 那因为确实嘛 你如果说从这个 所谓的历史脉络来看的话 确实是这样 而且其实简单来说 赖总统在传递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说 刚刚蓝莹也一直讲说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晚会 双十晚会上面 做出这样子的发言 会不会是要刺激 或者是这样子的发言 也有可能会引来更多 台湾的危险 但我觉得很奇怪啊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会觉得说 台湾好像很小 但是你不能不站住自己的立场 而且你去看过去中共 在他们自己不管是元旦的文告 或者是在他们十一的记者招待会上 习近平面对台湾讲话也是不客气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微微缩缩 所以我认为赖清德总统 在这一次的发言上面 其实就是再一次的告诉国际社会 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在这个中华民国 或者是大家不管认同台湾 到底是什么样的名称 或什么样的国旗之下 大家一起对内团结对外一致 所以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嘛 那中国我觉得现在就是玻璃心崩溃 那玻璃心崩溃是谁 现在国台办没有反应 结果最崩溃的可能是国民党 我不知道国民党 为什么有一些人现在就出来跳脚 然后再来就是说很显然的 我认为中国现在也想不到要怎么回 因为这个赖清德讲的就是大实话 不过因为刚讲说 赖清德总统这一番谈话 刚才博弈讲的 莱茵大夫人的意思是说 内容没有意见 有必要这么刻意的讲这话出来 那反正路透社引述的是讲说 在未来说老共会不会 当然一定会接级挑衅或怎么样 那会不会在上市以后 会再一次发动所谓的军演 反正我们大概也快习惯了 只是那个军演的范围 会大到什么程度 会不会展现 我们的海军司令唐华所讲的 他会不会展现所谓的蟒蛇战法 然后用让你窒息 慢慢说得越来越紧的模式 当然我相信这个就是在面临到国内 包括国防部 所有这些会做相关的一些因应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你会知道我们的 跟国际之间的互动 包括中东的局势 包括美国这场选举 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 如果真的讲 现在影响全球最大的话 一定是中东的局势 比哈冲突现在已经一年了 对 这一年到现在 而且看起来 今天我看还有很多媒体 直接用说中东战事恐再起 没错 直接这样子 哈马斯奇奇以色列 今天满周年 那台湖雅胡 始言继续奋战 那台湖雅胡在电视演说中 只要敌人持续威胁 我们的生存 跟我国的和平 我们就会继续战斗 只要我们的人质 还在加上走廊 我们就会继续战斗 表示他们的战斗决心 非常的高昂 而且是采取实际行动 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呢 已经出动了一百架的战机 轰炸所谓的黎巴嫩 因为黎巴嫩真主党一百个二十个目标 一小时里面全部运行 因为包含所谓的真主党 包含哈马斯很多的基地 都在所谓的所谓以色列 那个黎巴嫩里面 所以他们必须用轰炸的方式 把这个真主党的人 把他所谓摧毁 那另外呢 哈马斯也不是不示弱 而且是在周年庆的时候 他们在哈马斯 是在周年重操作业 就业哈马斯 朝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而且是攻击人家 在追到活动的时候 所以等于也是一起的恐怖行动 所以双方之间 已经都用所谓的火箭炮 互相互射 用火箭弹互相互射 而乙军 而且不只是炸所谓的真主党的目标 也不只是炸黎巴嫩的基地而已 他甚至是炸法国 在黎巴嫩的加油设施 为什么他们也怀疑说 是不是有外国的势力 透过所谓的支援 所谓的真主党 所以炸了这个 所谓的加油设施 那唐湖亚无枪 说以色列不管 有没有西方支援都会赢 因为如果炸了这个法国公司 法国当然也不会 因为这样子 来介入你们两边的战争 我自己都受号了 所以包含西方国家 战不战成以色列这样 航空猛炸 我都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包含西方国家 战不战成以色列这样 航空猛炸 我都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但是那唐亚无却说 即使你们西方都不支持我 我还是要持续的 把所谓的真主党也好 哈马斯也好 全部在所谓的 这个周年之后 要全部的来见面 OK 中东的战事 会不会越来越烈 那因为大家现在担心的是 如果是真的打了 伊朗的原油设施的 一些地方的话 会不会又造成全球 包括油价非常通风 所有这些事情 那你绝对不会 能够置身事外 OK 好 但除了这件事情外 包括刚刚讲到说 老共会不会真的 像路透社所说的 在双十以后 会不会借故要军演 所有这些 现在看起来的话 伊夫 东亚之间的局势 某种程度 老美一定不希望 一个中东都已经搞成这样 他也不希望包括南北韩 包括其他台海这地方 升任何的波涛 中国海警 有媒体上的报道 中国海警 第一次到北极海 他海警跑北极海干什么 北极海干什么 因为中共说他们是近北极国家 距离三千多公里 蛮近的 所以以后我就可以说 我是近高雄人士 因为我们只有两百多公里 距离三千公里都可以近 当然 他们第一次是跑到北极 但是 中国本身就有一个 有关北极发展的白皮书 在2008年就已经公布了 当然北极海 因为北极圈在荣兵的过程当中 航道 资源 等等 他成为一个 国际上 视为有 具有战略性的 一个 一个地区 当然 北极国家 我们称的是八个国家 加拿大 丹麦等等 那是真的 沾得到北极 沾得到北极了 真的真的有 其实我们也是近北极国家 因为我们跟大陆距离也蛮亲的 所以我们距离也蛮近的 当然 因为他们在北极上面有资源等等的问题 他们这一次就是跟这个苏联 他们共同组成了海警的联合队 总共四艘 一到了柏令海以后 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完全就掌握到他们进了 当然他们为什么要进这一个地区 他们一直想要 原本北极圈的国家 他有一个类似像联盟一个组织 其实大陆就一直想要 加入这个组织的总会员国等等 一直想要进入北极圈 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有科研船 等等会去了 但是海警是第一次出现 他就是宣誓他在一个北极圈里面 他是有一个涉及到未来全球发展 共同利益的一份子 他具有权利进去 因为我们都知道海警船 我们最清楚的海警船就是跟菲律宾 在那边撞来撞去等等 那他们这一次开这么远 当然他们已经有退役或是准备除役的 所谓的护卫舰啊 军方的护卫舰转成海警在使用 所以他跟苏联共同 就去宣誓一个 涉及到全球利益一个地区 他们是一个涉及全球利益的一份子过去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会不会住在南北韩 南北韩 前面我们才在说嘛 那个9月份他们试射了 这个北韩试射了一颗进程导弹 那个弹头4.5公斤 4.5盾 10月1号 大概三只大象的大小 10月1号呢 北韩就南韩呢 游行示威 他就给你看了玄武5号 玄武5 导弹也是进程导弹 弹头8盾 一个比一个大 一个比一个大 当然你看到就是7号的时候 金正恩去了他们的国防综合大学 现在改名了叫金正恩国防综合大学 去演讲啊 他去演讲的时候 特别就提到说北韩 他要成为军事强国 迈向核武的强国之路上 核武啊 听清楚核武啊 北韩一直在强调核武 他甚至于说到说南韩跟美国这一些联盟 如果发动武力的话 换言之就是用武力要攻击北韩 北韩的反制策略里面包含核武 包含核武 他就是再一次的告诉你 我是会动核武的 你不要随便来动武 他甚至于说到说敌对势力 其实他之前修宪的时候就已经把南北韩统一废掉了 就是把南韩当作敌对势力 所以他说你只要打破朝鲜半岛战略武器的平衡的话 就视为战争 他们就要报复 所以他某种群体也在警告美国 你不要在南韩弄一些战略武器 就是美国嘛 你现在战略武器 不要忘记了 前面维京尼亚齐的那个潜舰 那是战略潜舰 他们的核弹头是只要再进入到南韩的话 他的射程是包含全中国大陆 领土里面他是具战略核弹头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北韩在跟其实不只是跟南韩讲 喊话主要还是跟美国 你的战略性武器跟北韩里面 南北韩的战略性武器的平衡 你不要破坏 换言之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带有核战术 或是核战略的往这边移动 因为我们所谓战术性战略性 核弹头基本上有战术性跟战略性 他所谓的战略性大概就是比较倾向于 大规模会毁灭的战略性武器 他就很明显的告诉你不要过来 你过来我的反制是包括核武 主要还是跟美国你的战略性武器跟北韩里面 南北韩的战略性武器的平衡 你不要破坏 换言之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带有核战术 或是核战略的往这边移动 因为我们所谓战术性战略性 核弹头基本上有战术性跟战略性 他所谓的战略性大概就是比较倾向于 大规模会毁灭的战略性武器 他就很明显的告诉你不要过来 你过来我的反制是包括核武 所以北韩里面当然你可以看到前面的光是 4.5吨跟8吨到现在的核武的一个紧张关系 所以南北韩的紧张关系是一直都存在的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一直包括国防自主 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武器要跟美国买 那今天媒体还有报导说 我们会不会在国内包括主张一些相关 一些飞弹或什么 国防部当然有相关一些的回应 可是最近让大家最在乎的一件事 一中我们有没有当盘子 孤立雄说没有 国防部长孤立雄说我们没有当盘子 那钱我们拿不拿得回来 应该是拿得回来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原本媒体报导 就是说之前我们不是跟美国买军售 那就是跟RTX前身是雷神公司 那因为他就是高报多了80亿元 等于让共盘子 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平安讲 国防部也有讲 台湾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是跟美国政府签约 就是我们是跟美国政府签这个约 然后所以我们不是直接跟雷神公司签约 所以其实是美国委托雷神公司 卖这些武器给我们 所以那这件事情会抖出来 也是因为美国政府 他发现说雷神 你怎么会多报这个东西 那当然你说平安 这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委屈 就是你有本事去跟他讲这个 因为对我们来讲 人家愿意卖武器给我们 我们就已经要开心 因为我们这要经过国会同意的 美国国会 平安讲 美国的武器要卖 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要同意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是属于弱势方 可是我们不是要跟美国讲 因为对我也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不是直接跟雷神 那你打官司也不能直接打 因为他也不是我的对照 可是我们好歹跟美国 我们跟美国关系不错 好歹要跟美国讲 不是那这样的话像话吗 那这样的话以后你也没有诚信 过去我们有点 可能就是百分之百的相信 所以我们会比价 我们会看说 这个武器以前跟现在的价格 可是你知道武器这种东西 价格本来就是波动的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既然我们会做仿价的动作 可是这个仿价究竟在谈判上 有没有优势 这国防部说开始有困难 可是基本上这是一个trust 美国作为世界的警察 世界的老大 这是一个信誉的问题 对美国来讲 81是小钱 可是对美国政府来讲 如果这样子跟美国买东西 那美国的这些厂商 会供我们判断的话 那其他国家 日本韩国说 那你们是不是也供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处理 可是我要拉回来讲 是说可是我们自己 国内的事情 我们要处理的 就是你说跟美国的军兽 我们可能比较难以干涉 可是如果是自己的军人 自己盗卖军品 我觉得这个你公布 就真的要有责任了 这是去年发生的 其实原本检调是在查 黑帮的军火库 就查一查以后发现说 这个军火库里面 竟然有很多是现役的军品 甚至还有什么火箭发射器 还有什么炮兵雷关机 刺身飞弹的发射器 就刺身飞弹的发射器 这是很厉害 那包括其他的子弹 就昨天那个地检署 已经陶渊地主起诉了 起诉谁呢 起诉五个人 包括涉嫌盗卖军品的四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收军品的 是退役的海军军官 我这边我觉得最绕口 又最不爽的是 陆战六十六里 拍什么陆战队的 等一下 衣服 我九十九 七十七 我六十六 算是我的陆战队 学弟的跟我绕口这种事情 我们号称是 国家最强大的部队 铁卫军 就你又绕 你现役的军官 你给我去卖军品 你也会绕口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但要查 而且要严惩 就是这是 你说其他的部队 卖军品我就算了 他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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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是什么 你们陆战队就比 他要讲的是什么 其他部队就做这种事 我也看不去 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现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要清晨 所以我要补充一件事 刚刚讲賴总统 为什么突然在 國庆晚会 博弈说 来十分钟讲出主国论 他其实是可能被一个人气到 他不是被那些艺人气到 不是被什么王力宏 被那些什么艺人气到 他可能是被我们一个台湾的本土艺人 早期的 阿基拉 我有看到这些 阿基拉在日前也是拍了一个 就是祖国 然后他用台语讲 这个很特别 一般那个艺人都是讲华语 然后他们就是分享那个微博 但是阿基拉不是 他说台湾 他说他是福建人 台湾人 他也是中国人 而且他在祖国 而且你还说这句话 你看 在这里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阿基拉是台湾出生的 他甚至之前还在台南县 选过立法委 还代表台联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有踩到赖清德的线 就是说 阿基拉都这样说祖国 他真的要帮大家 有一个正确的历史教育 我想要讲一句话 你知道 李彥秀有讲 他说难道 台湾八十岁以上的人的祖国 是日本 真的是 黄春明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知道1945年那时候 日本不是要投降 8月15号那天 玉英要放送 所有的日本领地的人 全部都要在收音机前面去听 那黄春明那时候十一岁 他现在八十九岁 当时十一岁的黄春明 他感触很深 当天皇开始要讲话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要在那个里长 收音机那边听 他的爸爸 受日本教育的是立正站好 然后听到 天皇玉英放送 说要无条件投降 这五个日的时候 他说他爸爸马上泪流 眼泪掉下来 结果旁边他的阿公 爸他爸公 你是在靠啥啦 你应该要高兴啊 为什么 因为他阿公的祖国 在当时台湾 是大清帝国同事 所以他阿公的祖国 叫做大清帝国 他爸爸的祖国 是日本 就开始没问题 所以对我来说 我的祖国是什么 我在这里出生 我的祖国就是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我觉得 这个历史课 这些帮大家上来 我感觉是不错 那当然你说 这整个来讲的话 对未来会有什么样一些 各方论证 还会是怎么样 当然对大家来讲的话 恐怕眼下 第一个 柯文哲主席的这个案子 金华春 这整个案子 还剩下那个 第一次击押期不到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未来还会怎么样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你有收看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我们到复杷 打赏 对命名的 有没有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九月一尾 听到 每次都准备 感谢观看